今天我的淚水哭不出來 因為我覺得 琪琪已經上天堂了 她已經不再病痛了 我也跟琪琪說 你一定要保佑爸爸媽媽身體健康 才有體力來照顧你兩個孩子 那要保護你兩個孩子 保佑你兩個孩子平安長大 這個才是你最大的希望 幾天前我跟宜大哥雅萍姐 我們三個人已經抱著痛哭過了 但是我今天我的淚水哭不出來 因為我覺得琪琪已經上天堂了 她已經不再病痛了 那我有跟宜大哥說 琪琪未完成的願望 可能就是要兩個孩子來幫她完成 嬸大哥跟雅萍姐 接下來的任務跟責任 就是要好好照顧這兩個孫子 因為這兩個可能就是一個傳承 也是琪琪的願望 那好好栽培他們兩個 可能他們兩個也是未來的大明星 那也可以完成琪琪這一輩子沒有完成的願望 所以我剛才跟宜大哥說 過去就是回憶 未來才是希望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往前看 等著未來的希望 那琪琪已經在天堂了 當了天使 我也跟琪琪說 你一定要保佑爸爸媽媽身體健康 才有體力來照顧你兩個孩子 那要保護你兩個孩子 保佑你兩個孩子 平安長大 這個才是你最大的希望 所以我們今天呢 我就以我很平靜的心情 來送他一層 來送他一層 這個孩子呢 其實還沒生出來的時候 在雅萍姐的肚子裡面 我就是看著他了 那雅萍姐呢 三個孩子 都是在懷孕期間 他還在作秀 七個月八個月的時候 他還在唱醒 來把雷夢娜 每次摔到最後一個月 八月份 只是在一個月要生了 他才暫時停止作秀 所以呢 我會看到雅萍姐 我會很心疼 我會看到余大哥 我也很心疼 因為這就是他們的心頭肉 尤其是雅萍姐 這麼愛孩子 懷孕期間 還是抱個肚子這樣子 在唱醒來把雷夢娜 所以我覺得 他們兩個真的是 對孩子 真的是非常的疼愛 就是他們兩個的心肝寶貝 那 姐 剛剛有摘牙移動 看起誰樣子 你覺得 一樣跟以前一樣看得到嗎 笑瘦了很多啦 笑瘦了很多 什麼engo家的 查瘦了很多 ふ Hana